好,大家好,想必大家看到我手里面拿的这个产品了 这是一个落水管 这个落水管呢和我们常规的落水管不太一样 这是一个不锈钢的 正是由我旁边这台机器做出来的 今天我给大家就要介绍这台设备 首先呢是开卷机 开卷机这里是采用了一个简易的形式 不再过多介绍了 主要是着重来介绍一下我们的成型设备 成型机部分呢 主要有两方面组成 一个是成型前半部分 还有一个后半部分的锁口 现在我们用到的这个滚轮 全部是用CR12 落12的材质来做的 用来专门成型不锈钢材料 我们前半部分有五个道次来组成 下面是后半部分 后半部分主要是完成产品的一个锁口 这里一个叠边的一个锁口 把它锁紧 在设备的后部呢 有一个侧长编码器 用来定长剪切 控制产品的长度精度 在最尾部就是切断设备 这个切断呢 是由液压缸来驱动的 然后通过这些光电开关来控制 液压缸的位置 然后驱动 液压剪切的模具 来把产品进行定长的切断 在机器的旁边呢 这个是我们设备上面配备的一个操作面板 操作面板呢 有触摸屏 还有按钮 包括操作系统 还有液压系统 这次我们是全部集成到了设备的内部 为什么呢 因为这台设备呢 做的很短 只有三米五长 而且所有的系统 全部集成到了一体 这个是专门针对一些用户 在现场来使用的 他们可以开着拖车 把设备直接拖到了现场 这个设备总的重量呢 也不超过一吨 所以说从拖运能力 还有从设备现场使用的一个战地 都是考虑到了一个精巧的一个方面 专门进行设计 如果说大家对这台设备感兴趣的话 你发邮件给我 那是举火 在研究之中ens Gotama consen